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内地网站联手拍剧 连很久不见的许子山、林峰、吴卓熙都回来了 近年来TVB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从前了 低成本的制作史剧及质量下降 收视率也下滑不少 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以及低收入让越来越多艺人选择离潮 纷纷被上问银 TVB要想走出如今这种窘境 与内地的视频网站合作拍剧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去年的《试图行者2》 唐新风报3在视频网站的点击量非常可观 而今年TVB再接再厉 2018年将推出五部合作剧 你最想看哪部 一 飞虎集站 一 飞虎集站 朱衍 苗乔伟 黄宗泽 吴卓熙 张兆辉 今年最值得期待的剧作之一 以飞虎队为题材的电视剧在最近几年收视率都不错 同时又有三哥苗乔伟坐镇 飞虎集站收视率肯定不会低 当中还有你们两大男神黄宗泽 吴卓熙做主演 内心是不是很期待呢 二 去机动部队 二 去机动部队 主演 林峰 蔡卓言 方中信 谭耀文 林峰终于回归TVB拍起了 这次与阿萨蔡卓言搭档 应该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吧 这部戏是全国首部以最为题材的电视剧 剧本构思肯定会有一定的难度 演员们在诠释角色的时候也会有困难 但是冲住男女主角的阵容 这收视率肯定会有保障 三 守护神 主演 苗乔伟 黄宗泽 许子山 刘欣忧 今年苗乔伟和黄宗泽合作的戏挺多的 难怪经常看到黄宗泽在微博上Blue 与苗乔伟的照片 让观众惊奇的是 许子山终于出关拍戏了 之前黄宗泽与许子山合作的剧集都有很高的收视率 前行追击 点金胜手 大家对他们眼情捋荡都很满意 也很希望他们能回来再续前缘 4 十日风暴 4 十日风暴 主演 张智霖 倖泰奇王杨宁 Pow! 继冲上云霄2以后,终于又可以在TVB见到大仙了。而女主角薛凯奇也时隔13年,重新试验原景。 在剧中他与张志林、王阳宁两大军男都有感情戏,而且张志林跟薛凯奇也是首次合作。 如今这部戏,香港部分的戏份已经杀青了,目前正在开拍海外的戏份。 相信很快就能够与大家见面。五,再创世纪。五,再创世纪。 主演,郭静安,周立奇,杨怡,周百豪。 时隔18年,这部经典制作又开拍了。 而且当中的阵容也不容小觑,有郭静安周立奇林文龙这些前辈及实力派演员。 吴小花中的杨怡中嘉欣也回来了,还有新生代演员周百豪袁伟豪。 这部再创世纪作为今年TVB的重头之作,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 主演,郭静安,周立奇,杨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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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周立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